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袭击等危险的几率非常大 然而就在这片荒山险境之中 却有一只古老的部落繁衍生息了上千年 那么在天寒地冻的雪域险境之中 为何还能出现一个移居之地 在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族人们又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呢 蝶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属于秦岭的西端山脉 极主峰作美峰 海拔高达4920米 这里山市陡峻 跳壁临巡 重重雪风之间 寒风呼啸 浓雾滚滚 是一片人际罕至的荒凉之地 进到那个峡谷之后就显得特别的渺小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迷路了 然而就在这片仙境当中 却存在着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人间仙境 从高处俯瞰 它的四周被陡直的崖壁包围 就像一个开口向上的石匣子 又仿佛是一座天然的石城 当地人给它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扎嘎那 扎嘎那是我们这乡子那么的 就是山业包围的那一种 环绕的群山之间 植被葱玉 果实累累 沿着山坡修建的房屋 错落有致 层层的梯田蜿蜒曲折 犹如画卷 人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过着甜淡宁静的生活 住在这个深圈里面 感觉安全舒服 那么 在茫茫的碟山深处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 不同寻常的世外桃源 神奇的石匣子里 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扎嘎那 通过走法 我们发现 由于石匣之中空气相对潮湿 村民们爱吃辣椒 以起到驱逝的作用 而为了抵抗寒冷的天气 老乡们则喜欢通过食用性温的牛羊肉 来预寒暖胃 为了去除牛羊肉当中的兴山之气 当地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你好 打扰一下 你好 我看您切的这个东西挺特别的 我看上去有点像那个姜 是不是啊 不是 我摸一下可以吗 可以的 这个看上去像是姜 但是摸上去软软的 看 立下去软软的 这个不是姜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猪油 猪油啊 这个怎么长这样 这个猪油是旧的猪油 对 我现在切这个是做包子 然后这个猪油呢 倒到这个包子 这个肉馅里 因为这个肉馅它是牦牛肉 带有很浓的这个腥味 然后加入这个猪油的话 它可以去腥 然后特别好吃 原来这种形似姜的老猪油 竟然有着与姜类似的功效 村民央金拉姆告诉我们 由于扎嘎那的平均海拔达到了三千米 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寒冷 生姜无法再次生长 因此当地的藏民便选择用老猪油来替代姜 看来扎嘎那高含缺氧的自然条件 导致这里的物产并不像山外那么丰富 据村民讲 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往外搬迁 一直在此坚守 是因为扎嘎那是一个能够聚集财富的地方 传说在这个石匣子中藏有无尽的金银财宝 这样的说法令我们更加好奇 位于大山深处的偏僻小村庄 真的会藏有大量财宝吗 为了让摄制组更加相信这种说法 一位名叫班代的老乡 决定把家中珍藏了多年的宝贝 拿出来展示一番 没摸也可以 哎呦好勤啊 这个是银的啊 嗯对对对 哎呦呗 它快有四斤了 将近两千克了啊 现在我们家里只有这个 这就没了 以前有多少个 以前有十几个吧 很多家里有这种银原宝十几个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没了 班代告诉我们 家中的元宝 都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世代居住在扎嘎那的村民 几乎家家户户 都曾积攒下了大笔的财富 这样的说法 让摄制组感到有些疑惑 交通不便 又高寒缺氧的小村庄 是如何得到如此大笔财宝的呢 这个是化石 扎嘎那 这座甘南小村的诸多未解谜头 也引起了一位专家的关注 设置组决定跟随专家 一起展开考察 沈永平 中国科学院 韩区汉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我国西部高原山地的地质地貌和冰川洞土研究 专家推测 人们既然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 说明当地很可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自然条件 考察组首先来到了村庄西部的一个高点 通过观察 对于扎嘎那地处高寒山区却仍然还能种植庄稼的原因 沈永平有了初步的推测 这样一个很一样的地形 正好它就是把这个周围这个整个好多一些冰雪它就荡住了 它一些风啊冷风也就吹不过来 它可能就会吹到高速它就走了 但是到底下这块呢 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温暖一些 相对平坦一些 所以也就很容易长庄稼呀 原来正是这个石匣子一般的地形 造就了扎嘎那适宜种植庄稼的温暖小气候 接下来专家发现 这一带的岩石是一种易溶于水的石灰岩 坐落在这种岩石上的扎嘎那村 为何还会拥有如此厚的土壤层 可供农耕播种呢 或许破解了这一谜题 我们就能找到当地人财宝的来源 为了对扎嘎那地区的地质环境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考察组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进入了位于扎嘎那村西北方的山岭之处 随着海拔逐渐升高 一片苍茫而盛极的雪域风光 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放眼远眺 层层叠叠的山峰 仿佛一匹匹在云海中奔腾的野马 既是宏大 无尽无穷 感叹之余 队员们也不禁疑惑 在这样一个被群山和冰雪 阻隔的偏远之地 当地人是怎样获得大量财宝的呢 再向前行进了步景 一条形态特殊的沟骨出现在队员们眼前 专家经过一番观察后告诉我们 眼前的地貌是一个远古冰川移动 留下的遗迹 冰川呢 它就像一个河一样的 它这个冰的流动的时候呢 它会把那个两边的 这个沟骨的两边 它就进行一些那个磨石 然后沟骨底下呢 它就进行抛石 所以这样呢 就是两边呢 形成了比较陡一些的这样 底部呢 它就比较平缓的 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 U字形的一个这样的沟骨 专家解释说 流动的冰川 在缓慢移动过程中 就像推土机一样 对底部和两侧的岩石进行磨石 等到冰川退缩后 不仅侵蚀出了一条横铺面 近似U形的山谷 还留下了大量的碎石 这些碎石在寒冻风化后 逐渐变成了细小的颗粒 正是眼前的这些岩石碎界物 为扎嘎那村的厚层土壤 提供了来源 专家分析说 这个扎嘎那村中 能够种植庄稼的土壤 很可能就来自那些 冰川侵蚀后形成的碎石延续 虽然有了新的发现 但是这其中仍有一个问题 难以解答 扎嘎那所在的八地四周 群山环绕 外界的风几乎都吹不进去 那么高海拔地区的 大量碎石颗粒物 又是如何被带进去的呢 同样令大家感到疑惑的是 扎嘎那村 虽然拥有能够种植庄稼的土地 村民们也喂养了不少的牦牛 但是这些都只能够保证 村民们日常生活所需 还不足以为当地人 带来丰厚的财富 那么这其中是否还有考察组 未曾发现的秘密呢 酥油茶 面饼 绝麻猪肉 这是当地人 一场爱吃的午餐 当我们向他们询问起 传说中的财宝 从何而来时 有村民说 相传在扎嘎那村旁的 很多岩壁上 就隐藏着 新民们留下来的藏宝洞 队员们发现 在村庄四周的一些山崖之上 果然存在着不少洞穴 但他们都位于几百米高的崖壁之上 似乎根本就没有路可以上去 当地人的祖先 会不会就是冒险进入了这些洞穴之中 才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呢 在征得老乡的同意后 我们跟随他来到了一个 离地面最近的山洞旁 这里的崖壁上 分布着上下两个山洞 一名队员率先爬上了山坡 走了将近半小时 眼看就要到达洞口 没想到前方竟然出现了一条沟壑 将我们与洞穴阻隔开来 通过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 我们发现 这两个洞似乎是彼此相空的 可是洞穴里还是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清楚 正当队员们不知该如何进洞时 一位老人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叔叔您好 您这是去干嘛呢 洞子去围上吧 这边有洞是吗 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好好好 跟随着老人家 一行人沿着悬崖边的小路 前行了大概十分钟之后 一个洞口出现在了考察组的面前 老人点燃了松枝 用一种当地的古老仪式表达着对山神以及祖辈仙人的敬意 他告诉我们 最早来到扎嘎那定居的仙人们就住在这些悬崖上的岩洞中 虽然如今的人们都已经居住在了山下 但是他们还是会经常来到这个洞穴中祭拜祈福 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之后 考察组进入到洞穴之中进行考察 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流水溶石形成的喀斯特洞穴 洞内比较干燥 只有少量的小型石中乳还在滴水 向前走了三十米 洞穴愈发狭窄 我们很快就无法继续伸住 这时专家突然在洞壁上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物质 你看这些 比较少 这就是一个水溶洞洋的 你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 金光晒晒的 哇 这是 经过观察 专家判定 这些晶莹剔透的石头 其实是一种结晶形态非常好的方解石 像那个冰糖一样 对 就像冰糖一样 专家说 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钙矿物 在古代也可以当作一种中药药材 当地藏医将采来的方解石洗净碾碎并煎汤后给病人服用 可以起到清热沥湿 通脉解毒等效果 然而 他们显然不可能为当地人带来大笔的财富 尽管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藏宝洞 但是专家告诉队员们 这个颇具规模的喀斯特洞穴 以及大量的洞穴沉积物的发现 却为我们的科考带来了启发 专家推测 其中最薄弱的地带 在外力的作用下逐渐坍塌 最终形成了一个近似圆形的天坑 也就是今天的扎嘎那盆地 对于青藏高原上的这个石匣子 竟然与西南地区的天坑有着某种类似之处 然而专家发现 与其他的天坑相比 石匣子在外形上显得似乎缺少了什么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 石匣子并非像天坑那样完全封闭 一条长长的峡谷 将石匣子的南北方向 切成两个巨大的窝口 沈永平推测 这条峡谷原本是一条 近南北方向的断裂带 随着降水和河流的不断侵蚀下切 逐渐形成了峡谷沟壑 早期呢 它都是那些洞灶啊 地层啊什么的 还有一些溶洞的塌陷 还形成了咱们扎嘎那是这一块的一条 但是后期呢 主要就是这个河流 是在这块把它改造的 专家分析说 正是有了这条沟谷 高海拔地区的冰雪溶水 才得以汇聚成溪流 来到扎嘎那村里 为人们提供宝贵的水源 同时 这些贯穿南北的沟谷 也为石匣子之外的土壤沙粒 进入扎嘎那村提供了通道 它形成这个孤地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这种山峰 峰呢就会把这个大量的这些 粘土啊粉撒什么的 它就会带到这个 咱们就底下这个盆地点 专家认为 发现了这条贯穿石匣子的峡谷 为找到扎嘎那 能够聚集大量财富的秘密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 考察组了解到 这条贯穿南北的沟谷 还是一个重要的商贸通道 扎嘎那所在的碟山 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 它与秦岭相连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 南北两侧人们交流 因此 穿过扎嘎那的南北向通道 就成为了古时候 卓尼地区通往蝶布地区的 唯一道路 人称陶蝶古道 据考证 在过去 扎嘎那村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 成为了这条古道上的 重要中转站 南来北往的商骨 马帮都要在这里聚集歇息 正是由于大批商队的到来 使得这个深山之中的小村 充满了各种商机 大量的财富便在此汇集起来 这时 考察组在查阅资料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地质作用 在茫茫碟山之中 形成了多条南北向的断裂带 可是 为什么只有途经扎嘎那的断裂带 成为了一条商贸通道呢 通过更大范围的科考 考察组发现 其他几条南北走向断裂带 所形成的山谷 不是被无法通行的断崖绝壁隔断 就是被重重雪山阻打 在冷兵纪时代 这样的路根本无法徒步行进 更不可能通行 人拉马陀的商队 大自然在寒冷的雪域之中 流出了扎嘎那这片 与世隔绝的人间先进 同时 又为他悄悄地开辟出 一条商贸通道 通过当地百姓 世世代代的劳作和经营 这个高原挖地之中 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 即游牧 耕作 狩猎和桥材等 多种生产活动为一体的 特色农业文化 当地人遵循祖辈的嘱托 坚守在这条南北交往的商道上 为南来北往的马队商人 提供着安全的住宿 和暖暖的苏油城 同时 扎嘎那这片汇集了高原 山地 盆地等多种地形 兼具喀斯特和古冰川 地貌遗迹的神奇土地 也为科学家们研究青藏高原的演变 全球气候的变化 和世界喀斯特地貌类型 提供了珍贵的科学样本 随着我国交通网络的发展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去领略那座甘南古寨的 美丽风光 在那一带啊 一直都有 久寨看水 迭步看山的说法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扎嘎那 除了可以欣赏到 雄伟的重重山岭之外 还可以感受 这座高原古寨 独特的人文历史 在扎嘎那 夏季草木繁茂 山花烂漫 秋季层林浸染 五彩斑斓 冬季银庄素果 圣洁神秘 相信无论何时 它都会给您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